美股氣氛 美股氣氛 我想都一個字 厲害 厲害 因為到星期五為止 標普和道指 依然是在破歷史新高 納指期都在追上來 見到三大指數升幅來說 今年以來 標普500就比較突出 暫時18% 納指其實都真的不輸蝕 很多科技股 之前出完業績之後 少許的回套 然後再很快地抽上去 我身邊很多朋友就是這樣的 怕著來買 但是都要買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現在怎樣摸美股的氣氛 究竟是不是真的 牛市可以延續下去 明白 或者我說回 或者上半年 有什麼大的因素 會推到個 譬如美股跑得這麼好 其實我概括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聯儲局 保持在非常低的利率水平 近乎零的水平 所以企業借錢也很便宜 所以市場有錢 股票是一個很好匯報的地方 所以那些人會拍下去 第二個就是 關於經濟的復甦 都非常之好 也看到 疫苗加上打疫苗 大家很多經濟活動 又可以重新做回 追上去年那條數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 我覺得是 公司其實真的交到業績 是的 其實有業績在 然後又有錢 所以這三個原因 都推到美股去到這麼高 你講到經濟 其實就之前一度有少少憂慮 即市場見到 譬如對上一季 美國的GDP 稍微差過預期 6.5% 驚一驚 但是呢 上個星期五 看了最新出籠的 non-farm payroll 飛龍新增職位 很誇張 即是大增94萬多份 還有各項指標 包括工資 其實上條幅度 都給大家驚喜 又令大家開始想 經濟復甦好 但又會有機會退市步伐 出來增加 你怎樣去看這些利好利膽 對市的影響 對了 你剛剛講完那幾件事 其實就 第一個就是經濟復甦 但問題就是 因為剛出的數字 都是滯後的 現在Delta也是在講這兩三個星期的事 所以大家接下來都要很看著經濟 究竟會不會因為Delta而影響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因素 是一個不確定的 但是另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聯儲局好像都在放聲 出來說想收水 還有另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通脹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通脹是會短暫 就是聯儲局都這樣說 是的 喵緊交 是的 其實很多銀行 或者我自己都覺得這個通脹未必會很短暫 是嗎? 你覺得你長的數字是多長? 我起碼覺得去到2020年尾 我覺得不會是2 就是聯儲局在說2.2度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3度 所以 或者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其實就是美國 聖劉威士那邊的一個數字 其實他就說了工資增長和通脹 其實關係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反過來就是我看 有工資在增長 那通脹我覺得很難下回來 這個就是regression 就是告訴大家 經濟統計學上的數字 那條線向上 就是看到那個關係正比 是的 當你的通脹向上 那麼工資來的 增長其實也是成了一個正比 會向上 那方圓你那個想法 是否就是說 如果通脹並不是很短暫 可能都有年多 還繼續比較傾向 高於聯儲局2的目標 都留上一段長日子 就會支持到工資增長 從而亦都可能有機會 支持到實體經濟 以至企業盈利 就是你的邏輯 是不是這樣 我的邏輯 我覺得有些少少怕 是問題有個通脹 但是企業盈利 或者經濟復甦 未必真的太跟得到 就是好像之前 有些大行說會有stackvation 當然這個問題 我就不會太關心 但是我覺得 總之工資有增長 通脹就會跟著走 就是一個循環的走